接下来为您播出天网 一种触目惊心的血案 一个疑团重重的现场 深不见底的机警暗藏秘密 接连不断地打捞寻求真相 是什么让他们横遭恶远 是什么让他无处藏身 无言的结局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14年6月9日下午4点多 尹庄村的村民纷纷赶往村边的玉米地 刹那间这里的一口机警 吸引了全村男女老少的目光 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清楚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是苍州市的消防官兵和南皮警方 已经将机警团团围住 开始了进落密谷的打捞 答案似乎很快就会揭晓 这是一个深大十余米的灌溉机警 但是井口也就半米多块 要想一下子完成打捞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经历了一个多小时的持续打捞 谜底终于出现了 原来沉溺于井底的是一具尸体 这个意外的发现很快就震惊了整个县城 但是比当地警方更关注这个消息的 是90公里以外的山东省德州警方 2014年5月4日晚上8点多钟 无一小长假刚过 城区里休闲聚会的气氛还没散去 然而一个突然而来的报警电话 却让德城公安分局的刑警们坐地不安 报案人称 一对50多岁的老两口 突然与家人失去联系 失踪的老两口住在城郊一个新建的小区里 当民警来到他们家时 不祥的预兆就出现在门口 楼梯那个位置 就是他们有这个雪地 就感觉这事离得对了 肯定是发生了行政案件 然后我马上联系开始公司 把他们的门锁开开 房门打开的瞬间 一股血腥之气扑面而来 客厅已被翻动得乱七八糟 从门口放眼望去 血迹随处可见 惨烈的状况让民警们不寒而立 客厅的地面上一趟脱拽状的血痕直向了南侧的阳台 在这个阴暗的空间里 窗台上的花盆碎了一地 一名妇女赤裸地倒在血泊中 她正是这个房子的女主人李娟 当时现场给我第一感觉 就是一个字 惨 憧憬真是将近二十年来 她从来没见过这么惨 身上就是全是伤口 可能说犯分子比较 可能是比较惊惊极恶了 发现李娟后 民警的疑问马上集中到客厅里 那台轮椅上 报案人称李娟和老伴刘强 都是沟炉厂的退休职工 刘强曾在工作中受过伤 这台轮椅就是他的逮捕工具 不过刘强又在哪呢 进入房间后 民警发现 另外两个卧室的状况更加混乱 柜门 抽屉都被打开 衣服 杂物被丢得到处都是 房间内已毫无立足之力 不过引起民警重点关注的是 西侧卧室的床 因为当时在床上我们发现有喷溅的血迹 当时我们分析应该是 这个屋里应该也出现过这个作案的过程 床垫明显被人向衣柜的方向挪动 床和衣柜之间有一个八十公分的缝隙 上面堆满了杂物 我们当时把那个 这个上面的杂物清理出来以后 当时见了背发现这个男性死者 在地面上已经死亡了 意想不到的是 于家人失去联络的老两口 竟然在家里双手遇害 发现两名死者后 民警开始对现场展开更深入的勘察 犯罪的原因 嫌疑人的妒忌 嫌疑人可能留下的痕迹 民警希望通过勘查找到线索 然而在这个凌乱的房间里 如何离出些头绪呢 客厅中摆放相对整齐的茶几 首先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人家茶具 茶杯 还有这个衣物摆设 放在看双方有一个碳化的过程 然后可能是某些原因 可能事后这个就比较计划 有某种计划了 然后才实时的作案过程 茶几上摆放唯一不协调的 是一瓶开了盖的白酒 客厅的摆放的位置 它有点反强 那一瓶酒是一进二段的 我们发现T恤都还剩了二三三酒 好像有人是钢磷农过 一看就不是吃饭的 就是那种那个摆设 咱一看 应该不像是说人 那点账户什么之类喝的 这个酒瓶之所以引起重视 是因为瓶子上沾染了血迹 那么这瓶酒是哪里的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在西边的卧室 民警找到了同样品牌的酒盒 我们勘察到这个 这个北侧这个西卧室的时候 我发现酒盒里有 本身有两瓶酒 结果呢现在只剩了一瓶 缺失了一瓶 民警断定 这瓶酒是受害人家里的 而且是嫌疑人作案后喝掉的 在这个酒瓶上有血迹 案发之前就不可能有血迹 就说这个瓶子应该作案以后 他喝了将近一瓶酒 他当时情绪就出一种失控的状态 一种比较疯狂的状态 嫌疑人疯狂的痕迹 从现场混乱的状态中可见一斑 他不但在房间内进行了大面积的翻动 而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最值得揣测的是 他作案后拆除了煤气的报警装置 剪断了煤气管道 分子可能是一开始想或者暴战 或者现场或者想自杀 但是呢后来可能有些产生了别的想法 可能就是后来他又不想那么干了 然后呢把这窗户打开 以前跑去就是说那些煤气在散掉 嫌疑人种种异常的举动很难解冻 现场中太多的困惑和矛盾纠缠在一起 嫌疑人会是什么样的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惨烈的案件呢 包检丑私 机制勘察确定方向 那些人应该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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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两个一个认识 无独有偶 痕迹物证锁定一范 那酒瓢 那个嘴上 刚才贴的有闲事 就是贴的有DNA 结果一队呢 就在裤上 无言的结局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5月4日 这起残忍的凶杀案震动了整个德城公安分局 当天晚上 勘察就持续了五个小时 除了指纹 脚印外 民警对地面上滴落状的血迹 给予了格外的关注 血迹呢 当时 根据它那个低落的 这个 面积 区域 我们分析 应该是 但是病死 遗留 嫌疑人 或许是在与受害者搏斗的过程中 受了伤 不过 民警们发现 房间内虽然零万不堪 但是门窗都完好无损 没有步履破坏的迹象 嫌疑人 是如何进入现场的呢 但是现在人应该和这个 这个这个死者两个 一个认识 应该是和平进入现场 采取敲门 或者叫人的方式 进入现场 最起码的话 应该是跟受害人认识 熟识到什么程度呢 咱不好说 反正肯定是认识 民警将提取到的剪裁 宣布送到德州市公安局 进行DNA检验 寻找第三人的痕迹物证 最后 案件马上进入了侦查场序 无论是哪种性质的命案 民警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 矛盾的另一头 究竟是什么人 经调查 死者李渊和丈夫刘强 从锅炉厂退休多年 社会关系简单 但是两个月前 一向平静无视的老两口 突然打来报警电话 3月6号晚上9点多 德城区渝关屯判处所民警 洞阳 在接近后的第一时间 赶到了丽娟和刘强的家 什么人会在大阪上扎人房门呢 难道是有人走错了方向 要是要是叔叔就说你前面 这有时候他就说 说话 你没前面啊 没敢开 那不敢开 那不是那样的张马里 今天要把你叔叔 那不开了吗 没敢前面 也没敢前面 也没敢从猫眼看谁 老两口为什么无缘无故被人骚扰 民警洞阳继续抛根问题 但是他俩的口气 突然变得含糊不清了 我说你别骗吧 你这种爬 可以说你说 有要有的就爬吧 你说吧 你说吧 你看看 你说吧 你还你都不断 说有要有的 你说吧 你说吧 你们是不爬吧 你说呀 这件事有麻痴 能不能让他不给你 我说吧 就是俺 俺就给叔叔叔吧 就是俺一个朋友 就是我受伤了吧 那个事 以前是在干单位啊 他管仓库 就是他说朋友嘛 就是骂的我好 就是我们叫朋友 我出事完全去照顾我 刘强啊 夫妇就是怀疑 起这个朋友 就叫王岗呢 有相依 原来王刚一直从事废品收购 与锅辱场联系很多 刘强夫妇就是在锅辱场 认识的王刚 那么刘强夫妇和王刚 又有什么过节 但是当我们在实际上 了解了王刚的将军情况的时候 这个他们又存在什么矛盾的时候 这个这个绿枪啊 他就 夫妇就开始进 烂焰至今 在里边 不远不远跟我们将 让民进董阳更加不解的是 说起王刚 刘强夫妇突然变得顾虑重重 他夫妻家就是最后也表示说 不确定是王刚 然后也不像我们出名 也不像咱这个 王金王派的错 出名招了王刚 从配合变成抵触 对于王刚这个人 老连口为什么欲言又止 王刚和老连口的遇害 有没有关系呢 无独有傲 在民警对死者社会关系 进行调查的时候 王刚这个名字 再次进入警方的视线 死者在之前 曾经对他弟弟说过 如果说他出了什么问题 信息要如果说出了什么问题 肯定是一名叫王刚的男子 所谓 案发后第二天 痕迹物证的检验有了结果 民警不但检测到了 第三人的DNA 而且通过数据库中的比对 还发现了目标 就是咱中那个酒瓶 那个嘴上 当然提的有 就是提的有DNA 结果一对呢 就在库上 就在它光布那个DNA库里 还正好发现 和其中一个人的DNA图谱 是吻合的 当时这个 后来我们医疗解的 这个人叫王刚 经调查 王刚没有犯罪记录 那么他的DNA信息 是如何进入到 警方的数据库中的呢 原来这与王刚 一段不幸福的婚姻有关 王刚的第二任妻子 为他生了一个女儿 今年六岁 但是一年前 因为感情不和 他的妻子带着女儿 离家出走了 为了找到女儿 王刚到公安局 报了失踪案 报了失踪呢 需要采取他们父母的学样 当时就把王刚的学样 留在殷库了 正好赶上这个案了 然后我们这一进一比对 然后确定了这个嫌疑人 就是王刚 协议目标已经出现 民警如何找到他 案发后 另外一组民警 一直在以小区为重点 调阅监控录像 根据法医判定的死亡时间 民警把搜索的时间范围 锁定在5月3号上午10点 到下午6点之间 就这个时间段 大概能经过多少天 然后记得有点 5月3号下午2点左右 一名身被夸包的男子 进入了死者家的单元门 这是一个十分可疑的目标 不过探头的视角有限 那个时间段 一辆汽车正好停在单元门对面 民警无法看清黑衣男子的证物 然而奇怪的是 在反复地查看监控后 民警没有发现 王刚进出小区的画面 小区的每个出入口都有监控 他是如何离开小区的呢 一车找人 监控密人血踪 注意队就突然就断线了 然后也没反映出 这嫌疑人到什么别的地方去 人间蒸发 警方无计可施 人找不到 没有任何东西 也没有任何信息 无言的截止 天望栏目正在播出 5月4号案发后第二天 民警通过小区的视频监控 发现了王刚的中心 但是却没有确定他的去向 他是如何躲过监控 离开小区的呢 是保安呢 当时对我们说了一个什么情况 5月3号 大概是在中午或下午的时候 他说小区里边 停了一辆那个 这个三岡那汽车 当时呢 这个因为是他 他停的地方比较碍碎 他们过去就是想找这人 你看是谁的车 保安确定 这辆车不是小区业主的车 而且他们也一直没有联系到车主 他们找人还找不着 反正后来就觉得有人就不在车里开走 反正就自然而然就联系这事上 得知这一情况后 民警马上把搜索的目标 从人转移到车上 很快 他们找到了这辆黑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 通过车牌号码 民警发现 这台桑塔纳正是王刚名下的汽车 这辆车于5月3号下午2点进入小区 下午5点左右离开 在小区内逗留了两个多小时 王刚会驾车去哪里 在围绕王刚的社会关系 展开木牌时 首先接受调查的是王刚的儿子 到时他又开车到我那里 没说什么事 他说给我一万块钱 自己走了 你别不用管我了以后 他夫人就是交代他 说我那车放在 就放在我们这 就是放在我们这种 大桥的一个河壁上 说你能不能给我开走 5月4号下午 在王刚的儿子指正下 民警在德州市郊的一个工业园区 找到了王刚驾驶的那辆桑塔纳轿车 在副驾驶上 民警发现了一个棕色的背包 经过比对 这个包与监控中 王刚的背包基本一致 更为重要的是 民警在汽车的方向盘和车门上 提取到了血迹 经过DNA检验 这些血迹都是王刚的 显然 王刚已经汽车逃跑 虽然儿子不知道王刚的去向 但是他也明显感到了父亲的异常 民警吃惊的发现 王刚的弟弟王铁已失踪 他们马上对王铁的活动轨迹进行搜索 通过路面监控 民警最终确定 嫌疑人王刚于5月3号晚上 在宁津县与弟弟王铁汽和 根据高速路卡口的信息 民警很快锁定了 嫌疑人乘坐的黑出租车和该车的司机 因为其实有一个人有伤 看到这人身上有血迹 司机行政过程 听见两个人说 要去南皮县人民医院去包扎一下 然后司机把这两个人 送到南皮县人民医院的门口 两个人下个车 这个信息随即就传到了南皮工作组 民警们马上展开追踪 南皮县人民医院的监控显示 5月4日凌晨1点31分 王刚和王铁出现在医院的北门 但是两人在医院附近徘徊了一阵后 并没有走进医院 而是转身离开了 顺着他们行走的路线方向 我们又把周边的监控路线都掉了 出人意料的情况再次发生 在接下来的监控里 嫌疑人王刚竟然不见了 只剩下他弟弟 而且他弟弟也在路上走来走去 逗留很长时间才离开 王铁为什么一个人回到德州 王刚是如何从监控中消失的 他又藏匿到哪里去了呢 民警们在山东和河北两地之间 展开全力侦掌 5月5号 民警在嫌疑人王刚的老家宁金县 找到了他弟弟王匹 此时5月3号 兄弟两人逃往河北的缘由 才得以还原 他就说那个他给人打仗了 我身上有伤 他说上那个出去看一看 不过就说上南匹吧 我给钱再一个南匹 起初王铁以为哥哥打架了 就出去夺夺 顺便去医院治伤 两人打上车直奔南匹县人民医院 得知真相的王铁 犹如晴天霹雳 一时间也没了主意 事宜之词 两人决定就此分手 他让我回来 他娘我回来 他你别管我了 他说你也管不了我 他说别难了你马上回去 他弟弟呢 就是反映说 当时也是别纠结 别纠结 毕竟是亲哥哥 就这样把他扔下来 他就有些迷信过人 被亲情调恋 也是有些纠结 但是呢又靠这个 是一个牵扯连累自己 反复徘徊后 王铁最终还是决定返回德州 他弟弟是精神往回走 就是这个来的路线 一直往回走 王刚的去向 他也说不清楚 经过进一步的分析研判 专案组把工作的重点 放到河北省南匹县 他逃亡首先要谋生 他的小脉上 他在小脉上吃饭 他有落脚点 小脉上挣钱 因为他的经历 我们把他的这个 习惯 爱好 特长 随后在南匹警方的配合下 德州警方印发了数百份 稀查通报 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 征集破案线索 然而半个多月过去了 没有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反映上来 这个信念是 这个是 对受煎熬的一个事情 案件没有信任 没有突破 所有的民警都没有想到 这样的煎熬 竟然足足持续了一个多月 出人意料 荒村水井 惊现无名难尸 说是心里也 也有点坦克 担心是 因为这个尸体 一点变异条件 切而不舍 在此打捞 追求完美证语 这东西你必须给我捞出来 它肯定有 我们坚持着这一点 无言的截止 天望栏目正在播出 一 二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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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捞上来一句无名难尸 这个消息 马上引起了 德州警方的高度关注 人打捞上来之后 就很容易就 联系到我们之前 刚才说的那个案子 所以我就第一时间 就通知了我 有一点惊喜 又有一点担心 惊喜是 这个 觉得就应该就是个先人 担心呢 就怕万一不是 德州警方 马上派遣技术人员和访医 赶到南匹对尸体进行检验 出乎意料的是 死者身上有一块手表 一串钥匙 一盒烟 再就是二百多块现金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能证明其身份的东西 摆在民警面前的 是一具上身赤裸 高度腐败的尸体 当时看了尸体以后呢 当时说的心里也 也有点忐忑 也担心 因为这个尸体 一点辨计条件也没有 通过初步的事件 民警确认 这名男子是溺水深发 死者身上没有外伤 就是说最起码没有那种 就是反抗的迹象 没有被害的迹象 无论如何 确定这名死者的身份 是当务至极 其实我们最相信的 还是科学的认定 就是定义 民警或速提取解裁 送往市局进行DNA检验 但是由于尸体高度腐败 比对结果需要时日 在这期间 德州警方雇佣了当地 一直专业的打捞队伍 对这口机警 进行了第二次打捞 我们就想在进一步的印证 就是这个证据越多也好 能够进一步 能多打捞出一些 他的随身物品 必须对结合 他的随身物品 进行辨认 再进一步判断 这起答案 不但警方重视 而且群众也十分关注 众目睽睽之下 德州警方 开始了第二次打捞 然而三个小时过去了 民警们一无所护 咱的目的就是多找点 多寻找一些关于死者的东西 现在一缠了下去以后 老是上不来 现在也包括我们领导 我们餐餐干净 都站在旁边 也是刚着急 长时间的打捞后 工人师傅们 已经看不耐烦了 这是一口十多米的深井 根据他们的经验 再往下捞 不过就是些井底的淤泥 不过他们的想法 很快就被德州警方否定 我说你这要多少钱 没事 但这个东西 你必须给我捞出来 它肯定有 我们坚信这一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 四个小时过后 下井的铁爪终于抓到了东西 一只男士布鞋被打捞上来 我们确定这个鞋应该就是死者 我们就给一项五 其中我们的信心 最后奇迹出现了 一件男士的外衣 和另外一只布鞋 几连被打捞出来 最为引人关注的是一条 黄金和玉石 共同打奏的弱柱 七个小时后 德州警方结束了打捞 他们一共找到 四样东西 我们立即是 制度上进行拍照 拍照以后 立即传回 就是传回我们单位上 传回家里 让家里能干警 对这个亲属 进行组织亲属 进行辨认 在死者的随身物品中 最具辨认价值的是 饲养东西 他们分别是 胳膊上戴的手表 裤子上系着腰带 钥匙和吊顿 这些物品一经出现 就得到王刚儿子的确认 他带了好几年了的时候 经常带 每天都带着 认识 他家属吧 一看见这个手表 马上说 这是我父亲 带配戴的项链 那个手表 就是他 要是 他肯息 他那是有冥想的 他家人都认识 都知道了 在这饲养物品中 最具说服力的是 那串钥匙 民警在德州 找到了王刚租住 和工作的地方 用这串钥匙开锁 结果房门 全部被打开 外围的证据显示 这具无名男尸 就是嫌疑人王刚 但是 他又是如何 掉入井里的呢 我们发医检 检验尸体的时候 发现他背里 威力神动也没有 当时分析这个人 已经是走投无路 他也没 有钱也花不去 也不敢进食 去买东西吃 淘宝发现 就是我们说对的发现 这个 说说 造成犯罪有牙的 他那就是 威力自杀 6月10号下午 德州市公安局 DNA实验室传来消息 通过检验比对证实 这具无名男尸 就是犯罪协议人 王刚 至此 德州警方的证据链 彻底闭合 对于德州警方来说 这是一起十分特殊的案件 这起惨烈的案件 是因何发生的 嫌疑人与受害人之间的恩怨 究竟是什么 如今 这些疑问 已经很难考证了 留给警方的 只是假想和猜测 反正先生 与受害人 有过争托 争执到一定程度 然后长期的机缘 然后发现出来 综合起来 看现场 这个激青 反处有可能性 有的 所以说 这个青 和这个猜 关事这七年间的 造成的 最后发生的原因 无论如何 不管是什么矛盾 总有和平的解决方式 总有合法的 有效途径 流血冲突 带来的伤害 是残忍 而无尽的 光天化日下 花季女孩突然失踪 是遭遇不测 还是一场 敏而不宣的远行 什么样的许诺 能够让幼小的弟弟 耐心守候 什么样的顾虑 能够让唯一的知情者 三千起口 姐姐去哪儿了 天网万物 近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